各位好,今天是9月30号,礼拜四的晚上 首先更新一下我跟网络骗子之间的一些对话 他今天早上就根据昨天他问我 有没有亚马逊的账户 然后我就回复了他,我有亚马逊账户 他说不行,不是现有的 你是要重新注册一个,然后要把这个账户和密码告诉他 然后我就说好,我去看一看 另外他问我有没有这个Vorizon的电话 我说我没有,我是另外一家公司 那他就说你要注册一个Vorizon的号 我不知道为什么非要用Vorizon的号 所以现在就更多的可能涉及到 如果要继续要跟他玩的话 那就更多涉及到我的更多的一些个人信息 所以我还在想用什么办法来尽量可以拖延一下 看看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骗人呢 那他要我设定亚马逊的账号 他在这个短信里面也就讲了 他可以往里面充钱 那也许就是充钱可以付钱给在美国的这些马仔 去邮寄那些假的支票或者怎么样 那不管怎么样,让我们来看看今天 9月30号礼拜四的一些美国的一些 还有全世界的一些新闻啊 那今天呢,本来众议院Nancy Pelosi是希望能够在今天把这个 1.2万亿的这个实体部分的经济 这个议案把他要拿出来投票并通过了 但是根据今天长时间的和民主党人 特别是那种民主党人这个温和派激进派各个方面 大家这个谈判最后还是没有达到一个最终的妥协 而且也没有能够团结民主党所有的力量 所以呢,他今天不可能把这个议案拿出来投 因为拿出来投是势必是过不了的 所以呢,他也表达了这个议案还会在近期重新拿出来 那接下来就要有更多的这个工作要去 要去在这个桌子底下大家要去谈 那包括了这个总统Joe Biden要介入 那希望能够民主党他们自己能够团结起来 把这个通过啊 那这个当中就就涉及到非常多的 就是大家关心的 我昨天我们提了一下 对于这个Child Tax Credit 就是给有孩子的家庭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税务补助 其实这个税务补助在这个疫情之前都是有的 都是存在的 那个时候是每个孩子是2000块的一个退税补助 那现在呢 由于这个疫情 还有这个经济各种的纾困计划出来 然后呢,把这个价码提高到了3600块钱 而且是按每个月来发 然后呢,在新的这个人文社会3.5万亿的这个计划当中 民主党是把这个给孩子的这个税务补助的这个计划 延长了2025年是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内容 我们是写进去的 但是呢,这个内容现在有非常多的声音 可能要对这个这个延长或者是他补助的范围要进行一些修改或者变动 那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Cory Booker他也在回答这个记者的时候也讲了 那这个延长这个税务返还给孩子的这样一个议案 那最终被放到这个3.5万亿的这个议案当中的这个机会还是高过于50% 其实也就说明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这个声音在里面了 那当然要把这个税务返还要把它继续然后延长到2025年其实是要花费非常大的金钱 总共这将花费超过5500亿美金 然后呢,所以现在有些人议员就要讨论是不是可以减少一年 把它延长到2024年就算了 另外的话要把这个你能够符合条件拿到这个足额的3600块钱 每个小孩的话要重新定义一个你符合条件的这些这个范围啊 那总统Joe Biden呢对于3.5万亿当中的这些议案 这所有的内容他也是倾向于就是这个当中有些东西是可以拿掉的 可以删减的可以修改的 所以呢这个当中可能举例比如说我们举例 民主党人非常希望给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给这个买电车的 就新能源汽车的这些美国老百姓每个人这个7500块的这个这个退税的这个福利啊 那但是呢 之前的这个范围是只要你是年收入是低于40万美元一年的话 你都可以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那但是现在新的这个说法很多参议员就认为要把这个40万美元这个年收入 把降低降成10万美元这样的年收入 所以的话就有可能如果叫你这样的一个改动 很多人就不符合条件拿到这个退税啊 7500块退税 另外对于这个免费的两年的这个社区大学的这个学费 也是要根据你的这个要有一个上限 要要根据你的这个年收入来进行一个判定 你是否符合 那你符合多少 那也那来最后最后来判定啊 另外的话对于这个paid family leave 那也要相对的去考虑是不要缩减 就是要去削减他的时间啊 或者削减他的一些支出的一些费用 所以从各个方面就是要要可能要把这个整个3.5万亿要缩水 那Joe Manchin民主党的这个比较中和派的这个参议员 他一直想要把这个3.5万亿缩水到1.5万亿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是美国这个政府这个部分啊 财政部长Jane Yellen也不断的在讲了 美国政府如果现在还是不能政客 不能把这个美国政府借债的这个封顶 把它调高 这个上限调高的话 美国将在10月18号 也就是在18天以后 就将要面临完全没有经费去支付 美国政府应该支付的这个费用了 那今天这个在最后的时间那众议院就通过了参议院 参议院最后审核通过的一个议案 那这样子可以初步可以确定美国的政府可以一直继续有费用 有经费可以到这个12月份啊 但是呢 共和党在这个部分是绝对不会支持民主党人的 就是要去调高美国政府借债的这个额度的 所以呢 民主党如果真的想要把这个借贷的这个额度调高 只能是他们通过一党的这个力量 把它放到这个3.5万亿的这个 这个reconciliation这个里面才有可能最后做到 那共和党人是不会背锅的 因为他们认为一旦这个缺口一打开 民主党就会要大花钱 又要开始花费很多 然后不顾将来的一些更多的一些后果 国际上还是要回到中国 那中国在明年北京 在2月份的时候就将开这个冬奥会 然后也是在紧锣密捕的这个准备当中 那么中国也在承诺在接下来的很长的一段时间 中国将要减低碳排放量啊 或者各种的各种污染 因为这个是冬奥会的一个原因 所以呢 全中国现在就可以说是以政府的这个力量来 来就是要求这种比如说是工厂啊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各个省 都要减低这个碳排放量 还有这种用电量啊或者消耗 所以很有自主性的这种控制 有控制性的这样子的这种控电啊 或者甚至断电的这样情况 还有用电的这种额度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也是中国特色下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这种一党的这种极权制下面可以做到的 也就是中央政府可以一声令下 还有媒体现在也在不断的宣传 要大家各种的工厂 你要减少污染减少排量 所以很多工厂都开始一个星期之上三天班 而且减少这个工作量 减少这个各种各种的各种的碳排放量 就希望在明年的北京奥运会特别是冬天 因为到冬天可能北京的这个环境和这个污染 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的话希望能够在冬奥会的时候 中国希望能够在北京可以看到这个蓝天白云啊 所以的话如果是哪个省 比如说哪个省不去严格的遵守 这样个中央的一个这种规定的话 对他们省的这些领导 或者都将会是一个灾难性的一个一个后果 所以的话这样一个一个动作 也会又接下来一段时间牵动着全世界的这个经济 前段时间中国的非常多的地产的这些泡沫 影响了全球的股市 那接下来中国的这些工厂将会要肯定大幅度的 一个是减产减少工作时间 那这样子对于现在已经非常物资缺乏 物流缺乏 人力缺乏的一个全世界这个经济来说 可能对于美国来说又会遇到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特别马上就要到感恩节圣诞节的假期 那不知道现在这个到到那个时候 我们我们的周边的这个target Walmart这个里面的商品还够不够 其实你到现在很多的这些超市去看 很多超市的这个货架上 其实是物品是不够的 那所以我们继续到时候再跟踪了 那现在非常多的制药厂 现在就已经开始就在研制 而且一直在这个研究 可以服用的这个药品 来抵抗这个COVID-19 那非常多的药厂 他们将将会很快的就会提出非常多的这个研究报告 而且他们认为这个口服这个药是可以对待 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是可以对抗任何这种变种的这个 这个叫做病毒啊 COVID-19的一个病毒 Pfizer他本身他已经很研究这个口服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那他的这个口服的药是一天是吃两片 那一般是在你有这个COVID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呢 有一个这种反应这个情况下 一般吃五到十天 那这样子的话是比较有效的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大大降低 大家比如说是时间啊 各种这个成本要去做测试 要去打疫苗 各种各样的这个成本啊 最后呢也这样讲到这个成本这个部分了 由于现在只涨不跌的这样inflation啊 而且还有这个联储局的这个主席 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的一些这个视频都讲了 他一直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将是这个短暂的 在一段时间以后 美国通货膨胀就会趋向于稳定 但是呢他在近期的这个讲话当中有说了 这个通货膨胀现在看来是要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的话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相信 怎么相信这些这种啊 所谓的这些领导人啊 那在啊 Dollar Tree大家都知道 这就是Dollar Store 或者是这些只卖一元钱的一元的这些商品啊 Dollar Tree他们最近就要开始慢慢调价了 因为因为通货膨胀 原来的一块钱可能要现在变成一块两毛五 或者一块五的东西了 所以呢在以后你虽然他叫Dollar Tree 但是你进去看的都是一块二毛五一块五的东西了 那他们也认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决定 但是没有办法 那有备于他们这个实际一开始的一个初衷和一个名字 但是他们实在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成本不断提高 他们也没有办法 好了这个就今天礼拜四 9月30号的新闻 希望大家喜欢啊 然后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